上一集的广播 圣经说耶稣对父说 你的律法在我心里 我刚才说过 没有一个人能够遵守律法 换言之他不是来粉碎我们 而是带我们去到一个地步 意识到我们都是罪人 我们都需要救主 阿们 我说我们都需要一位救主 因此我们一切与疾病作战 与死亡作战 与变老作战 与失去功能作战 一切都正在作战 因为我们知道自己不是为此而生 今天平约失目师的广播 耶稣来的时候 他说我来了事 要使你得生命 耶稣 你为什么要来到 我来事要使你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有些人拥有大量金钱 有很多财产 却没有丰盛的生命 充满了抑鬱 充满了紛争 充满了焦慮 他们的血压 好像股市那样升升降降 他们的快乐 取决于中国和美国 是不是友好 不是的 耶稣说 我来事要使你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主 你为什么来呢 我来事要使你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目前为止跟随我 留意他们有一把火焰的剑 意味着他们是上帝的守护者 守护什么 荣耀 他们妒忌上帝 他们是上帝圣洁 荣耀的守护者 在人勃契上帝 不服从上帝的那一刻 他们将人驱逐出去 他们将男人和女人驱逐出去 进入一个 慢慢堕落的世界 堕落 堕落 因为人类已经堕落 所有受创造的皇冠已经堕落 影响了自然 影响了创造 接着 现在顺带一提 这是圣经中第一次提及这事 第一次提及很重要 初次提及法则 还有一个叫做最后提及法则 旧约第一次提及劍 这里预表着审判 Amen 把手通往生命树的路 最后一次提及劍是在撒加利亚树 旧约说天父上帝正在说话 刀劍那 醒来霸 攻击我的牧人 谁是牧人 谁是上帝的牧人 我们的主耶稣 上帝正在说 审判之劍醒来霸 创世纪三章的劍 刀劍那 醒来霸 在救主 牧人救主的怀女 插劍回朝 你知道吗 不再有任何的劍 阻止我们进入上帝的同在 耶稣从十架上走进来了 Amen 接着审判之劍 现在是永远放在劍销的里面 你可以自由地前来 每年一次 重造一次 大祭司进入自圣所 Amen 他灑上血 一次灑在私恩座上 只需要一次 对上帝来说 耶稣的死是一次而永久 他流出了补血 Amen 这就是一切所需要的 现在 一次灑在私恩座上 七次灑在私恩座前面 为什么是七次 完美的数字 今天当你和我来到上帝的面前 我们有一个完美的地位 你有一个完美的地位 Amen 不单止这样 为什么又是七次呢 因为我们需要一次又一次又一次 被提醒 尽管我们是有罪 尽管我们的行为 是并不完美的 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 要看的不是自己 不是我们做过的好事或者坏事 我们仰望耶稣的补血 只要补血还在私恩座上 耶稣已经流出了补血 今天基罗伯看见的 并不是破碎不堪的律法 如果没有血 他们会看到律法 律法说 你若不服从我 我会就助你 但是基罗伯现在看见的是补血 补血说 你应该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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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有人已经死去了 血其实是隐喻着死亡 血意味着死亡 耶稣流出了补血 以至能够充分 除去罪人的审判和奏状 除了疾病、贫穷、抑鬱 最终是什么呢 Dong Dong Cheng Mati 死亡就是最终的结果 对吗 我说得对 死亡是最终的结果 对人来说 最终的惩罚是死亡 所以当耶稣在十架上流出补血 请紧记 上帝如此爱世人 我必须跟你说一件事 即使信徒也有这种错觉 新约是否有任何地方 说上帝必须与人和解呢 从来都没有 甚至我们的赞美诗 和圣诞歌说 上帝与人和好了 事实上根本没有所谓的上帝与人和好 新约里没有任何地方说过这样的说话 一直都是人与上帝和好 这意味着什么呢 上帝心里没有敌疑 只有人心里有敌疑 人一想到上帝就觉得 上帝要报复我 上帝要审判我 上帝不是好的上帝 上帝正在阻止我 魔鬼走过来说你看看 所有树上的果子之中 你不能吃这棵树的果子 试想想你能吃所有树上的果子 魔鬼却总是试图使你 心中产生对上帝的苦毒 因此保罗说 我宣说的是对上帝的悔改 改变你对上帝的看法 他是一位美善的上帝 上帝不需要和好 上帝不需要耶稣的死 没有使上帝的心情变得好起来 耶稣的死没有使上帝处于有利的姿态 耶稣受死之前 上帝本来已经有恩宠 何者先来呢 耶稣的死 还是上帝先爱世人呢 上帝爱我们 即使我们在罪中 甚至在耶稣来到之前 这才是耶稣降世的原因 因为上帝如此爱世人 祂赐自己独生子 因为祂爱你和我 祂的儿子为我们的罪死在十架上 阿们 因此我们罪的代价已经付清了 现在保血灑在天堂真正的私恩座上 耶稣是我们的私恩座 现在因为保血的缘故 当你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 请听好 耶稣的保血在上帝接纳人方面的唯一效果 就是使上帝在清人为二一事上成为公义 不是上帝的人词使你清义 而是因为耶稣的保血 上帝的圣结 上帝对你生命中所有圣结的要求 完全被耶稣的保血而满足 不再对你有任何要求 一切已经完全满足了 律法所有的要求 完全在基督的保血中得到了满足 阿们 上帝在律法中要求你的所有信服 在耶稣的保血中完全被满足了 换言之 当你看到耶稣的保血所成就的事 对上帝来说唯一的效用就是使上帝成为二 祂赐予上帝在使你清义上得着公义的基础 大家一起说阿们 你知道今天你和我并不完美吗 甚至马克莫斯也是 所以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 即使我们知道自己不配 甚至知道生命中有些缺点 但关键不在于你自己是好是坏 关键在于仰望耶稣的保血 知道上帝对你毫无介替 只有好意 上帝毫无介替没有审判 信徒不再面临任何审判 你们听到我说什么吗 是人 上帝在基督里使世人与他自己和好 上帝不是使自己与世人和好 上帝不需要和好 懷有敌意的是人 上帝正对所有人说 回到我身边 与上帝和好和解罢 人有对上帝有邪恶的想法 人的意思是上帝并不是帮助我 阿们 然后他们尽力而为变得生气 上帝我的尽力而为有什么问题 你的尽力而为并不足够 这是降低上帝的标准 为什么上帝不能在不流血的情况下原谅我 为什么上帝不能说我原谅每一个人 你不会对法官说这样的说话 法官必须公正 要成为公正的法官 他必须要惩罚做错事的人 阿们 如果上帝放肆地擅自原谅每一个人 嘿嘿 他的正义在哪里 整个宇宙都会崩溃的 所以上帝说犯罪的灵魂必须死 但他亲自为这份死亡作出了公认 他差遣自己的儿子 他最爱的那一位为我们的罪死在十架上 今天上帝心中没有其他的事 只有对你的爱 大家听到吗 无论如何 圣经有一个例子 有人移动了约围施恩座 施恩座应该覆他着十架 对吗 有人试图移开他 这是历史上唯一的例子 没错 另一个例子是奪约围奇兵 人帝安纳众士 但历史上唯一一次 是在一个叫伯士默的地方 你们去以色列参观的时候 道友会带你去伯士默 约围从菲利士人之地 返回以色列的伯士默 以色列人当时很兴奋 尤其是伯士默人 他们去到约围那里知道做什么吗 他们没有敬拜耶和华欣赏他 而是透盔约围的里面 你不应该这样做 为什么 上帝希望将律法藏在施恩座下面 如果你将律法拿出来 猜猜如何 要是你遵守一切律法 律法说你必须一遵守 你在一条上面失败就是干犯了全部 永远不要将律法揭露出来 一旦你揭露律法 就是让每个人都暴露在律法的就座之下 因为律法说 除非你完美地遵守我 否则我只能就座你 就座你的家人 審判会来临 你知道他们做什么吗 白事默的人当时窥探约围 意味着他们推开施恩座 才能看到约围里面 圣经说他们很多人都死了 所以今天耶稣是我们的施恩座 没有人可以将耶稣从祂的位置退开 我说没有人能够将耶稣从祂的位置上退开 大家一起说阿们 朋友 我想让你们知道 在结束的时候请看约翰一书第四章 我们已经明白了 在结束的时候我们一起读出 我们已经明白了 麻烦,大家开口吧 整堂崇拜只有我说话 在家里说话也是我老婆 老婆不说话,儿子就说话 其实Randy不是怎么说话 我希望她多说些 我的儿子也会很多话说 我在这里说话,但你们不说话 我说了这么久,你们开口吧 我们再试一次 上帝对我们的爱 再来一次 我们将会以此作结 只是明白是不足够的 你们里面有些人听过 萍牧师教导上帝爱你 只是知道这点并不足够 你必须相信 你必须相信上帝爱你 请留意,他不是单单说我们明白上帝的爱 不是,上帝对我们的爱 我们已经明白了 而此相信了 听到吗? 你必须相信上帝爱你 你必须相信上帝爱你 上帝怎么爱你 请看十架 上帝爱你的最大表现 是在十架上 阿们 阿们 每一天都有属于你 个人的彰显 生活中并非每件事都是美好的 对吗? 你会经历低谷 即使经历低谷 当上帝关上一道门 那是因为他要打开一道更大的门 你心爱的人离开了你 因为上帝知道那人将来不会善待你 你必须相信上帝爱你 祂保护你 即使你这一刻对祂并不满意 祂足够爱你 才会让你失望 因为祂看见未来有更好的将要来临 我们看不见完整的图画 所以让我这样说 明白并不足够 你还要相信为什么 让我用一个故事来说明 浪子的比喻 人们忘记了只是耶稣分享浪子的比喻 小儿子对父亲说 爸爸 请将我应得的家业给我 这句话在以色列的意思就好像 我等不到你去世 我现在要继承你的遗产 父亲就把遗产分给他 他去到一个遥远的国家 把所有钱花在放荡的生活上 他的钱用完了 朋友都离开了 于是他一无所有 他的生活开始处于赤贫的状态 他只能够在猪圈里去到吃饭 对一个犹太人来说 和猪一起是堕落的 看着猪的食物 善恶猪所吃的 想要吃猪所吃的东西 圣经说 他醒悟过来 他说 就连我父亲的家里也有丰富的食物 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 对他说父亲 将我当作一个故宫 换言之 他仍然不相信父亲爱他 他想回去父亲那里 赚取糧食 让我问你一个问题 好 这也是比起信徒 你可能听过我孙说上帝爱你 我问你你相信吗 儿子在外的时候 父亲爱他吗 当儿子在猪圈里面 屈屈寡欢的时候 父亲爱他吗 事实上父亲很爱他 但他仍然感到沮丧 为什么他不相信这一点 当他感到羞愧的时候 被社会唾弃的时候 父亲爱他吗 父亲是不是原谅了他所有的罪 但他是不是处于那种状态呢 是 上帝爱你的事实 不会改变你的生命 除非你相信他 有些人说 屁牧师我一直聆听你的讲道 问题不在于聆听我的讲道 而是在于你是否相信上帝爱你 一直以来 他处于赤贫之中的时候 父亲是不是有足够有缘的粮食呢 他能不能够 为儿子提供极为丰富的资源呢 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 有肥牛毒正在等待吗 是有的 父亲是不是怀恨在心呢 没有啊 父亲是不是已经原谅儿子呢 是的 儿子仍然身处贫困之中 是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不相信 你明白吗 灰改 无非是回转灰改 归向上帝 很多人认为 灰改意味着灰改的行为和行动 你无法在任何行为上完全灰改 因为那只是你意识到需要灰改的行为 那些你没有意识到的行为 我们对上帝的罪比我们意识到的更加严重 感谢上帝 上帝的赦免是照着祂自己对我们的罪的了解 不是照着我们的了解 如果我们现在回家 我想我会很开心 上帝是照着祂的封城 你也赦免我们 感谢上帝 因为这一切并不是照着我的 穷困 不是照着我在属灵上的贫困 或者照着我对自己的罪的了解 这是多么贫困 不是照着我的认罪 或者我所承认的少数罪恶 不是他赦免我们是照着祂封城的恩典 因此一直以来 让我举个例子 我将以此续结 另一个例子是 大卫与朋友 约拿丹 纳下血的盟约 他爱约拿丹 圣经说他们是真正的资深朋友 并不只是纳约的朋友 圣经说后来约拿丹死了 约拿丹死在基利波山 圣经说大卫为约拿丹的死而哭入 于是大卫 祝福约拿丹 留下的后代 约拿丹有儿子 他正等待着祝福约拿丹的儿子 约拿丹有一个儿子叫米菲波切 他有长长的胡子 因为他的名字是 Mephiboshe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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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对不起 我尽力了 当听到约拿丹去世的消息时 米菲波切还年幼 人们一直正在喂养这个小男孩 直到他五岁的时候 他的父亲去世了 父亲告诉他 大卫要夺去你父亲的皇位 大卫要毁了你的家庭 不要让大卫找到你 如果大卫找到你 他会杀了你 今天正发生同样的事 人们怎样轮到上帝 上帝要炒住你 上帝不是帮助你 上帝要懲罚你 上帝要懲罚你 他不会考虑你的最佳利益 他叫你做某些事 就像一个独裁者 心里不是为你最佳利益着想 上帝要审判你 灰改的第一个领域 是灰改归向上帝 改变你对上帝的看法 上帝是帮助你 他爱你 我们不需要做任何事 让上帝爱我们 当我们还是罪人 上帝如此爱我们 并刺下耶稣 在我们根本不关心他 对他毫不在乎 莫不关心的时候 上帝关心我们 上帝如此爱世人 并猜派儿子 为我们的罪死在十架上 在那时米菲波切 住在一个叫罗底巴的地方 在英语里面 是围难非常低的意思 希伯来文的no 是指没有 debe 意味着没有来自上帝的话语 一个没有木草的地方 意思是没有木草 没有来自上帝的话语 没有肥沃的雨水 使农葬物能成熟 他生活在赤贫之中 生活在拒绝之中 他的概念 他的头脑在想的是 大卫要找你 大卫要找你 要躲起来 余生也要躲起来 有一天 大卫找到他 他后来发现 大卫是爱他 当他处于贫困之中的时候 当他处于抑郁之中的时候 一直以来 他对大卫的看法都很负面 但大卫依然爱他 是爱的 他有资格 来到国王的卓上吃饭 是有的 他却不相信 问题不在于你是否认识上帝 你知道上帝爱你吗 是的 是爱你的 你相信吗 如果你相信 他就会使你的生命 与那份爱连结起来 你会表现出上帝爱你 那些相信上帝爱他们的人 假设有人不相信 譬如这里的 Daniel牧师 他不相信上帝爱他 他头脑上认识上帝 他可以教导 我选择他的原因是因为我知道他相信 这样我才可以举例 假设基比尔牧师相信上帝爱他 即使他们如此亲近 基比尔牧师让上帝 倾注更多的祝福 这不是因为上帝更加爱他 而是他向祝福 躺开了更大的门 你看太阳照耀着每家每户 那些窗口更大的人得到更多的阳光 不是上帝正在说 太阳更加宠爱你 你家里面有更多的阳 不是的 是他将窗户躺开让太阳进来 其他人一直拉上窗帘 就像你的邻居 或者坐头等窗的人 起飞的时候看着你 一声拉上窗帘 几乎就像你努力点工作 就不用坐经济窗 知道吗 厕所 头等窗 相信只是让大门躺开 不是让上帝更加爱你 上帝不能更爱你 因为他已经很爱你了 你的信心 其实是向阳光 躺开窗户 更多的信心 就是更大的窗户 微小的信心 就是小针孔 让很小的光透进来 但是光一直正在照耀 儿子可以下来说 父亲 我相信你爱我 即使他回来 仍然试图赚取他不相信父亲的爱 你看今天有些孩子 有一些青少年 他们不相信父亲爱他们 你将我养大就是为了叫我下楼和你买咖啡 你教育我 是为了让你可以在亲戚朋友面前 催去你的儿子上大学 你心里并非真心相信 你知道吗 作为父亲我们很失败 很多时候我们给人印象是面子更加重要 我们亲戚的意见更加重要 但实际上 我知道很多父亲爱他们的孩子 却不懂得用孩子感受到的方式去表达 不管你有多爱他们 一切都是无补于事 我的儿子必须知道我爱他 我的女儿必须知道我爱他 我必须以爱妻子明白的方式去表达我的爱 对吗 你不想回答对但这依然是对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屏牧师说得好 好好地说道哈利路呀 屏牧师 多说些 他们不说阿们 你就再说一个小时 我会进入尾声的朋友 我不是声称自己知道一切 但我确实认识爱我和爱你的那一位 阿们 祂想要我们全心信靠祂 当你来到祂的面前 要看到补血 不是看到你自己 不是看到你自己的好 甚至是你的不好 不要看自己 要看到补血 这个血在天堂真正的施恩座之上 灑在上帝的宝座上 你来到上帝面前有一个完美的位置 你的祈祷 不是为了让自己的感觉良好 安抚自己的灵魂 你的祷告会蒙上帝最真诚 坚定具体的垂听 没错 上帝的神迹 的确是能够超越时空的 他能够做到上帝可以逆转 事实上 圣经说上帝可以恢复你被蝗虫吞逝的岁月 上帝可以恢复所有曾经浪费的岁月和时间 上帝可以瞬间刺你身走 阿们 这个需要其他人辛勤工作多年的 阿们 不要羡慕他们 不要羡慕他们 如果他们知道真正 他们会羡慕你 所有人一起说 赞美主 感谢耶稣 现在在这里有人说 屏幕师 我就像那个浪子 我就像吴提苏的马太米菲波尔一样 我就像那个人一样 我现在开始看到上帝爱我 但我从不相信 牧师 能够为我祈祷吗 我相信 这就是信徒 相信上帝 相信上帝什么呢 相信上帝爱你 帮助你 上帝猜派祂的儿子 处理了罪的问题 阿们 祂的儿子是私恩座 不是审判座 如果这是你 无论你身在何处 我会带领你进入这个祷告 法治内心地跟着我说 准备好了吗 只有上帝知道你 是不是法治内心地说 因为这是人群之中的一段个人的时间 这是个人的时间 法治内心地说 说天父 我感谢你对我的爱 如此强烈的爱 永恒的爱 伟大的爱 感谢你猜派耶稣为我的罪而死 主耶稣 感谢你承担了我的审判和惩罚 这个原本应该落在我身上 你独自承担了这一切 从今天起 我的未来不再有审判之劫 我在基督里不再被定罪 因为你承担了这一切 父啊 你所设计的方式 今天因为耶稣流出的补血 你所有的属性 完全得到了满足了 你是帮助我的 而不是针对我的 现在你不是身在远方的上帝 而是一位非常接近的父亲 耶稣基督是我的主 主啊 我感谢你 你在十架上担当了我的罪 你从死女复活 没有带着我的罪 这些罪都消失了 永远消失了 耶稣基督是我的主和救主 奉耶稣基督的名 所有人一起说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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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美主 现在你重生了 如果你心里作了这个祷告 你就是重生你得救 你成为了上帝大家庭的一份子 对你来说不再有任何审判和惩罚 你可以期待更加丰盛的生命 阿们 赞美主 大家请站立 在这个礼拜里 愿主祝福你 和你的家人 用阿伯拉罕的祝福 生命记二十八章的祝福 首生的祝福 愿主的念光照你 对你微笑 在这个礼拜 使弯曲的道路变得平坦 没有压力 没有恐惧 没有焦虑 心中的平安 支配上你所作的一切 愿主向你们每一个人展开少年 保守你们安全进入下一年 免受一切伤害 愿你一切危险 愿你暴饮暴食 愿你一切邪恶 愿主赐恩给你和你的自爱 祂美妙的平安 保护你的心怀意念 远离所有恐惧 焦虑和忧虑 奉耶稣的名 所有人一起说 Amen